這樣吧 失背秀DJ 我小的時候到我學生的時候 讀書同時也非常喜歡聽廣播 媽媽是DJ的單元 那因為我資格不符合 所以這次再聽到那個失背秀DJ 我就很開心 從小就非常喜歡聽廣播 也夢想著可以當DJ 因為這個Pub Radio的招募 然後在停車場面錄了半個小時 在電台播音樂 然後可以帶給大家很多不一樣的音樂的感受 希望我平常累積的江蘇的功力 可以成功挑戰這個任務 在沒有人打斷的情況之下 表達你並想說的話 推薦老師們喜愛的電影電視劇的歌曲 哇 太棒了 因為這個是我唯一沒有準備的 我是莫妮卡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覺得好興奮又好開心 因為平常會透過教室的麥克風講話 但是沒有透過在錄音室這麼專業的麥克風 還可以聽到自己的聲音 所以是第一次很新鮮的體驗 而且可以同時透過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多心靈層面的東西 然後祝福天下的每一位老師 招式節快樂 我是伊塔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感覺滿滿的熱情 在四周圍幫助我實現我的夢想 然後這次的體驗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終於可以一圓DJ的夢 所以請記得收聽這次的失背秀DJ 謝謝 我是Terry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真的很開心 有這個榮幸可以來到Pub Radio來當DJ囉 希望今天晚上我的聲音也可以陪伴你 讓你不寂寞 我是張博年老師 今天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今天很高興能跟這個Pub Radio的同仁一起努力 那我非常緊張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希望呢每個同學跟我一樣 就是不斷的去努力嘗試新的東西 大家教室節快樂 所有的活動平安順利 謝謝 我是Jennifer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我覺得DJ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因為就是沒有熟悉這些事情 平常自己就是聽電台的時候 覺得當DJ好像很容易 但其實坐到這裡來之後 會變得很緊張 然後就是講話什麼的 感覺到要事先演練過一次 不然就會一直打擊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謝謝今天這個活動 讓我可以來體驗怎麼樣當DJ 我是萊萊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覺得很期待也很興奮 其實是很緊張 因為跟平常上課的樣子是不太一樣 平常上課的時候有學生跟我互鬥 但是DJ這個不可人的任務是 因為我要假裝有人在聽我播音樂 聽我講話 然後假裝有人跟我互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必須要是有天分才能辦到的事情 那很開心我可以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 我是王悠華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然後其實還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這是我第一次獨當一面 就是播放歌曲然後介紹歌曲當一個DJ 對因為其實心情是有一點點 興奮也有點緊張 對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對可以藉由不同的管道去 去說出自己想要說的話 然後分享自己喜歡的歌 然後也可以雖然說是老師的身份 但是你可以藉由一個不同的管道 會用一種不同的角度 可能讓更多人或更多學生 聽到你想說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我是許仁傑老師 這次來參加Pub Radio的失背秀DJ活動 其實一開始很緊張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習慣了 慢慢慢慢看聽自己的聲音 會覺得好棒 我自己可以突破自己 可以完成這個挑戰 我覺得總算可以進到錄音間 錄音了